昨天小生意搬家了 换了一个新院子 大部分的熊猫搬了新家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的 但是对于小生意而言 完全不需要什么适应期的 它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当霸王 刚到新家就开始拆家了 而且还是直接拆屋顶呢 小奇迹院子里面这棵命运多舛的树啊 被它连根拔起了三次 最终还是为国宝壮丽牺牲了 它是真的跟这棵树杠上了 其他的都不好就专门耗这一棵 是不是这棵树的位置不太好呀 有一点挡它滑草的路线呢 小奇迹还爬到树上 把这些树枝也给耗下来了 奶爸最后也是放弃了 算了这棵树就拿走吧不摘了 看来这棵树跟小奇迹的院子八字不合 这棵小树也是解脱了 难道就没有人为我发生吗 生在国宝大熊猫的院子里面太不容易了 下辈子投它一定要投个好地方 反正就是千万不要来大熊猫的院子里面 之前给小奇迹玩的玩具好像最近都没有放出来了 它有点无聊啊 才会去耗树吧 小奇迹眼睁睁的看着奶爸把树带走了 然后它才出来 又到案发现场来巡视检查了一遍 现在的小奇迹已经完全放飞自我了 很期待接下来它又会搞出什么新花样来 奶爸也是非常互犊子的 来听一下游客和王奶爸的对话 我现在有点地疼 谁呀 有一点点 你不要这么解脱它 你不要这么解脱它